大家好,我是阿羊,今天晚上凉快,带着我女儿在我们家门口转一转,哎,怎么了,人家超市已经关门了,你看一下关门没有,好,我也过来,好,你看一下吧,啊,你打开看一下,里面黑不黑,开开,你看,好,我开开,我开开,好,你看一下吧,看吧,看里面有没有人,黑不黑,人家关到门没有,关门了吧, 好,出来吧,走吧,啊,对,人家已经关门了,你看那两个小朋友,哥哥姐姐都在那玩呢,对不对,啊,你去玩吧,啊,你在那玩,不要磕蹦刀了,好吧,啊,玩吧,说实话,今天有风,夸着风,出来挺好的,你像昨天,还有前几天,连住四五天,前几天,连住四五天,都特别热,热到没有办法出来,只要一出来,无论是白天晚上,啥,你就往那里站,就不用动,那身上就和水洗的一样, 今天在外面走走,最起码不会出汗,他又开始在这玩土了,看到土走不动,总是想玩土,在门口有一点土,他在这抓呢,如世青,抓,你在,拿回家,不行,不能拿回家,你在干嘛,挣馒头吗,在这玩土玩吧,玩完就回家,回家给他洗澡,现在,马上九点了,九点完之前带他回去,洗澡,让他睡觉, 因为我们这边毕竟是农村,这个自来水,到那个十一点就停水了,冬天十点就停了,反正冬天用不了多少水,基本上冬天洗澡也不在家洗,都是去那个澡堂子洗澡,看他又开始在这玩这个土,哎呀,哎呀,嘿嘿,他在这里,笼到一块,笼到一块之后用脚直接踢,你不要倒了,等一下, 其实像这种天,出来玩是最适合的,不热,不冷的,在这外面玩着,预报天气,看他这个天气预报啊,就是在手机上面看的,就是今天晚上还有雨,我们这边连续好几天都会有雨,但是报的准不准就不知道了,反正我们这边,这几天肯定是会下雨,反正连续一个礼拜,都会有雨,但是到时候就看他下不下,因为现在有很多地方啊,就是人说这个天气预报,报的不准,说有雨,有雨,到最后没有, 下,其实按道理来说是有的,但是那个云,在其他地方都已经被别人人工降雨给降下来了,这个在这玩这个土,又开始用手把土拢起来,拢起来,等一下他用脚再踩,这个土非常脏,到时候给他一洗澡,完事睡觉,他现在玩的这个土和我们小时候玩的土还不一样,那我们小时候玩的土是在地里面,然后玩的那个沙土,那个沙土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那个大笨或者什么东西, 像这边的土基本上都是那个车呀,或者人的鞋子粘过来的,比较脏一点,你看那边,还有几个人在那玩呢,这边他们两个在这玩呢,凉快,如果要是天热的话,到时候他们肯定会待在这个屋子里面吹空调,不会出来,因为像现在这种天气,就是比吹空调要舒服,空调吹出来那个风,反正凉是凉,但是怎么感觉着有点不舒服,不如这个自然风,哎呀,就用脚踢了,哎呀, 这个走路的姿势,干啥要跳舞啊这是,他在这玩的不回家了,他说这边凉快,陆树青,热不热,凉快不凉快,凉快,刚刚我跟他说让他回家,不走,他说我不走,这边凉快,哎呀,和喝多了一样,那边有个小狗,你看一下,这边有个小狗,在这里,你过来看一下,在那棚子下面,躲起来了,躲到了,哎,出来了,哎, 这是猫,不是狗,刚刚他往那里跑,我以为是个小狗呢,来了,来了,这个小猫,看,哎呀,这边土更多,买了个冰激凌,在好想来里面买的,好想来里面,这是新开的,开还没多久呢,因为我去年,就是去巴基斯坦的时候,这边是一个早餐店,这边是修车店,刚今年好像是刚开的,还是去年开的,不知道,反正是刚开没多久,刚才在那店里面,门口, 有个水龙头,给他洗了一手,他这个手上面,抓土抓的,太脏了,马上九点半了,准备让他回家,现在九点二十五了,让他回家,给他洗洗澡,让他睡觉,现在十点之前,让他睡觉,一般情况下,就是七点多,八点左右,反正也就是七点多吧,醒的比较多,有时候是稍微八点左右吧,八点左右起的,这几天起的少,基本上都是七点多,就起床了,其实像他这样,现在养成这个习惯, 是最好的,不能睡太晚,也不能洗太晚,这样对小孩子成长,也健康,爸爸我不凉,你不凉,爸爸吃着凉,对不对,凉不凉,好,不凉吃吧,今天的吃饭吃的也比较多,今天吃饭,吃了那个碗,吃了半碗米, 那个稠米,然后我们煮的是米汤,给他捞了很多那个米,然后那个馒头,又吃了三分之一的馒头吧,又吃了很多菜,回来这么长时间,他今天晚上吃的是最多的,他在这边玩, 然后现在又吃一个冰淇淋,还好今天没有吃那个肉啊,或者什么东西,如果吃了,肯定会拉肚子,好了,好了,好了,走,咱们回家,好不好,回家洗澡,好不好,洗澡玩水, 哎,现在还不走呢,马上九点半了,在这吃这个冰淇淋,吃的不走,哎呀,吃到嘴巴上都是,你看后面有个小狗,你看一下,那边,看到没有,对不对,啊,看到了,你看,他过来了,你怕不怕,你怕不怕,啊,不怕,你把他喊过来好不好,好,他一过来你就跑了,好了,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,我要想办法哄着他回家, 洗澡,洗完澡让他睡觉